我想這個媒體人有媒體人的一個想法 那有時候用詞比較強烈一點 也刪減他第四權 的一個力量 那如果他們有改天我 我約他一起去打好了 那另外新增了一條 現在目前還不清楚 的一條線 就18135 18154 那18135他在 一個在相關的科技廠上班 那18154是他的媽媽 那另外比較特別的就是18119 昨天跟大家報告的 在大南市場的一個個案 那不過他原檢體 我們在敷衍 原檢體是陰性 然後再採 二採也是陰性 所以我們把18119排除 這個18119就變成是空耗 我們就排除 這個案子 在雅東醫院 在雅東醫院 裡面所查17967 他就是在雅東的護理師 大家知道雅東醫院我們現在是密切 在繼續在追蹤 不過在醫院裡面並沒有查到任何 陽性的個案 那倒是原來他的 長子 是陽性 然後現在他赤子 又驗出來是陽性 那他相對 因為在一開始的時候 長子 就跟他爸爸都一起 到一起就在醫院就隔離起來 所以那 然後赤子也是一樣是隔離中 所以第一次採的時候 他是陰性 然後現在也轉陽 轉陽性 所以這個指標個案17967 目前是他家庭的親密接觸者 是陽性 當然17967需要繼續在追 追蹤 不過新增這個案子 相對的威脅就比較小 另外這是一例相關的 從這個18155 這三個父子母 這裡面大概是小孩子 他因為去看病 有相關的一個症狀 然後被驗出來 是陽性 那不過回頭再去追他的父母 那兩個也都陽性了 那父親本身他的工作 跟高雄港的工作是有相關 那高雄市現在衛生局也積極開始 醫調 那好像父親也有到北部的一個足跡在 那這兩方面我們都會積極去調查 好 那這今天的一個相關的個案 跟大家來做報告 裡面大概這個 應該是說在需要再注意的 是這個指標個案18155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這個18135 這兩個應該是我們特別要注意的一個情形 那其他相對的 都是在社區的影響相對的比較小 當然1月9號18136 18137 那也要需要持續的觀察 那高雄這個案子我們現在大概因為 才昨天晚上今天上午 他爸爸才被確認 那所以初步只能詢問到 這樣知道他的一個工作背景 那他也講 好像有來有來過 相關可能是北部這地方 那還要再對 那個足跡還要再來對 一樣從1月21號 也是明天開始 那我們前往部分的休閒娛樂場所 我們必須要出示這個 完整接種兩劑 Cominating疫苗的記錄 那相關的娛樂場所大概是有 像你要到舞廳 歌廳 舞廳 夜總會 俱樂部 酒家 酒吧 酒店 那 禮容院 含這個觀光禮法 試廳禮容等等 還有特種咖啡茶室 還有我們的夜店 舞廠 三文暖等等 這些相關場所 我們顧客要來出示 那出示的疫苗的記錄的部分 大概會有三種 第一個就是大家民眾熟知的我們的 紙本接種的小黃卡 那第二個我們可以透過這個 健保快一通的APP 來查詢來出示 那第三個部分是我們數位新冠 健康證明 剛剛也有介紹說明 那以上的部分我們這邊是呼籲 這個民眾要來配合 務必配合辦理 那也請我們相關的業者需要來落實 查核 來保障國人的一個防疫的一個健康 他是跟小黃卡一樣 其實他最大的功能是因為他是被認證的 所以在國外 歐盟 那些相關的在同樣的系統 60國左右的 他是被承認的 另外在國內 我們承認你剛才講我們的數位證明我們也承認 小黃卡我們也承認 那APP上面的資料也承認 這些都可以在國內做證明使用 所以他主要用途還是因為他有跟國外的一個 認證 所以在國外的時候使用比較 相對的方便有效 另外在機場 未來將來也會越來越多的使用這個 那至於在國內 只要讓大家多一個工具可以選用 而且大家手機平常都會戴著 那出入場合如果需要的時候 比大波因為說有時候小黃卡忘了戴 然後不方便來證明自己 他主要是這樣子 18135 這裡面在 因為我們昨天有因為有一個18119 是在大南市場 的一個攤商的雇員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有查到18154 就是這個18135的媽媽 有去過大南市場 那本來是有這樣的一個連結 不過現在18119已經很明確的 不是一個確診的個案 所以移除掉 所以那個大南市場的那樣的一個足跡 當然是變成確診者有去過的足跡 而不是一個工作的足跡 所以相對風險是降低 不過社區的監測仍然要進行 那你剛才講說 這條是一個現在還在查的線 那高雄這邊早上已經發生的 這也是在新查的一條線 然後另外這個亞東 他來源還沒有說完全的清楚 這也是在查的一條線 那還有新竹市 相關的 大家記得是 就是那個新竹市的18060 然後跟18082這樣的一個關聯性 那這個也不清楚 大概有這四個 現在目前是列我們的一個重點 不好意思 這邊是我們有聽說輝瑞的口服 要是有機會比原定的時程還要更提前到貨 那想要請問一下指揮中心現在是否有 掌握到最新的到貨時程以上 謝謝 過年前一定會到了 過年前一定會到 對於帛琉 我今天早上看電視 跟他也都對這個事情也蠻關心的 我們大概分幾個來看 大家說我們可能在指揮中心對這案子 我們都默不關心 那是不是現在已經有 從帛琉回來的相關的一些破口 第二 跟大家講不會 因為跟帛琉有相關的班戒的往來 最近是1月5號 最近是1月5號 那1月5號帛琉的疫情 仍然維持在非常低 那相關現在疫調也沒有任何 跟他有相關的 那帛琉整個疫情大概從1月15日 升14日15 大概15日16日開始起 因為好像前幾天有關 有關島的 從關島旅遊去的 相關 所以帶進了一些境外移入的個案 那到現在大概是189 是189位 那近7日的 近7日的案例是157位 是157位 在7天內有157位 其實是蠻嚴重的 不過在昨天星光有跟帛琉這邊聯絡 他們認為說139個案例是境外移入 在機場就攔截 另外有9例是他們的本土案例 如果以本土案例9例來看 那還算是穩定 但是不知道他這139個案例 到底管理的怎麼樣 所以昨天我們的中副也跟特別大家 來報告 就是說今天下午我們會有交通部 各方面 我們觀光局等等的 跟帛琉也要展開一個視訊的會議 再來瞭解他整體的邊境的管理 跟現在他確診個案 怎麼樣的一個管理的情態 那開完會之後 我們才會做決定 那不排除有加嚴的管制 知名媒體人 周育寇 早上在廣播節目上面說他 預約不到高端的3G 然後他還有在這個直接秀出來 這個192的預約 就是預約不到說是指揮中心的問題 然後還 還說這樣子在 這個在中央的莊孝偉 然後還說陳時中太軟弱懦夫 然後姑息養姦 那想請問副長看法 然後那第二個問題要請教部長 那之後還會上周育寇的節目 謝謝 我不知道 我太會覺得他姑息養姦 不過我們還是會就是說再提供高端疫苗 我們是要大家也知道這高端疫苗 我們其實還很多 這沒問題 只要地方把這個四大點 開放出來 那大概就可以 可以 那我想這個媒體人 有媒體人的一個想法 那有時候用詞 比較強烈一點 也散盡他第四權 的一個力量 那如果他們有改天我 我約他一起去打好了 我約會了 不要 걷ado 我剛才說 馬太也 馬太梶 這